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车开到家门口,张欣然下了车,发现院门是锁着的 掏出钥匙打开院门,发现别墅的大门也是锁着的,并不像是有人在 他不禁有些疑惑了,邓泽民明明在手机里说在家里等他,难道是骗他们 这时候突然有个人从外面冲进院子,把母女俩吓了一跳 定睛一看,竟然是原路 张欣然很是惊讶,虽说原路跟邓泽民早已是名铺业盖 但通常也是要回避他这个正式夫人 怎么突然大张旗鼓地跑家里来了 比他更惊讶的是邓家家 他脱口叫出来,他怎么还活着呀 张欣然不知道女儿这话里是什么意思 此时女儿已经把原路给拦住了 他跑到原路面前,上上下下,从头到脚 看了原路好几遍,似乎想从他身上看出几个窟窿来 原路厌恶得白他一眼 你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原来你没死 你咒我小丫头,你才死呢 敢骗我 邓家家咬牙切齿 张欣然语气冰冷地问原路 你来我家干什么 我找邓泽民 别告诉我他不在这儿 我这儿他肯定来了 你们两个背着我搞阴谋 别因为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清清楚楚 这个该死男人 我把一切都给他了 他居然还吃里爬外,背叛我 邓家家忍不住笑起来 那才叫活该呢 他连自己老婆都能背叛 一个小三有什么可在乎的 你再说一遍,我死烂你嘴 你过来试试 看看谁死烂谁 行了,都别说了 张欣然生气地打断他们 原路,我不知道你跟邓泽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也请你不要在我这里无理取闹 他背着我抛你这儿来 还把门锁上不让我进 回来打手机也不接 不是搞阴谋是什么 我可不是啊 我非要进去看看不行 张欣然心里一动 莫非邓泽民真来了 还是背着原路来的 看原路怒急冲冲的样子 似乎邓泽民并没有撒谎 难道他现在真的躲在别墅里吗 张欣然带着满腹的狐蚁打开了大门 原路急忙一头转进去 生怕母女俩不让他进屋似的 别墅里鸦雀无声 连空气都是静止的 没有一点人在的气息 原路一进屋 就气呼呼地挨个儿房间寻找邓泽民 楼上楼下都跑遍了 累得气喘吁吁 他扶着墙怒不可遏地质问张欣然 你说 邓泽民到底在哪儿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合起伙耍我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不是你一直跟邓泽民在一起吗 他去哪儿 你会不知道吗 张欣然对这个女人是无比的厌恶 少在我面前装了 你以为能瞒得住我吗 你跟邓泽民背着我偷偷摸摸干的那件事 我全都知道 你说 那笔钱在哪儿 张欣然暗自心情 原路怎么也说 邓泽民在家里藏钱 而邓泽民刚才的电话里却说 只相信他 难道这其中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原路看张欣然 默然不语 想抓住了把柄得意洋洋 看看 不说话了吧 让我说中了吧 邓家家早就按捺不住 上前一把揪住的 我家里有没有钱关你屁事啊 你勾打别人丈夫的贱货 还想从我爸这儿抠钱 门都没有 笑别才子 你敢拽我衣服 你知道多少钱一贱吗 把你爪子松开 我警告你 你这个贱货还甜脸穿衣服 不如脱光了 直接上打街脉去吧 好啊你 原路气急败坏地跟邓家家撕扯在一起 别看邓家家才十几岁 打起架来比原路生猛得多 连抓带挠 声势逼人 不一会儿原路妆也滑了 头发也散了 脸上还多出好几条穴道子 邓家家还照顾张欣然呢 老妈 快过来帮把手 我揪住他了 一起打死这个烂女人 张欣然 就好像没听到似的 完全不理会这两个女人 她的目光完全落在走廊尽头 那盆富贵树上 不知为什么 那个大花盆翻倒在地 连桶里面的枝叶和花土 全都撒在地上 张欣然一把拉住原路 那盆花是你打烂的吗 原路正忙着跟邓家家撕巴呢 好容易喘口气 谁带你家花盆了 我刚才进客厅的时候 它就那样 难道邓泽民真回来了 张欣然匆忙走进客厅 可是客厅里根本就没有人 原路和邓家家也打累了 暂时休战 一脸狼狈地跟进客厅里 张欣然问原路说 你刚才都找遍了 邓泽民真不在吗 是啊 全找遍了 连人家厕所我都看了 根本就没有人 张欣然迟疑了一会儿 从衣兜里掏出手机 给邓泽民的手机打过去 麻烦都是他惹的 现在缩起来不出头 让他们三个女人打成一团 这算怎么回事 毫无征兆的 安静的客厅里 诸然响起了提琴曲 旋律婉转 如气如素 是舒伯特的小夜曲 邓家家脱口说 这不是邓泽民的手机铃声吗 张欣然和原路 你看我我看你 都有点发萌 这的确是邓泽民的手机铃声 看来邓泽民的手机 在客厅里 可是他人去哪了 邓泽民 你跟我出来 原路扯着脖子 怒不可遏地喊起来 你躲不了了 这件事不给我交代 我跟你没完 别喊了 邓家家一嗓子 把原路震住了 妈你看 他对张欣然说 手指着墙上那面巨大的装饰镜 张欣然这才注意到 镜子上居然多了两道曲折的裂纹 他走到镜子前 发现镜子上有些乌斑 仔细一看 原来全都是凌乱的掌印和指纹 他若有所思 伸手在镜子上摸摸斑斑 忽然耳中传出咔嚓一声 装饰镜微微颤了颤 似乎一整面镜子活动了一下 邓家家也瞧出门道了 跑过来帮张欣然一起搬动镜子 只见那面将近两米高 嵌在墙里的装饰镜 忽然一下被拽开了 装饰镜居然是一道暗门 连张欣然和邓家家都不知道 三个女人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往暗门里面望去 几乎同时发出惊叫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